不可以让莫静咸知道的了 莫静咸也是个极其聪明的人 他见到来人 沉默着没有开口的意思 都还未等东方铭开口 就说道 敏哥哥 你们有事要谈 那静咸就先回去了 我肚饿了 顺便去吃点东西 敏哥哥你要不要 我一会帮你带点回来 东方铭好满意地点头 他喜欢懂事又乖巧的女人 不用了 我刚才吃过的了 望着莫静咸出了去 东方铭就说道 说吧 他是情脈寒的女人 方神平淡地说道 情脈寒 怎么会是他的 东方铭微微一呆 似乎在脑里面 回忆着情脈寒是谁 但很快就反应过来 那个豆丁 怎么会和他有过节 他仍然不解地问道 虽然知道 虫虫的母亲 喜欢情脈寒 但是虫虫不是很恨情脈寒的吗 又怎么会帮助清理情脈寒身边的女人 难道是那个叫小米的女人 不像呀 那个傻奸奸的女人 又怎么可能做出这么狠的事呢 好像是这个女人得罪了少主的妈妈 少主怒了他才会这样做的 而且 少主病了 还是很严重的病 方神将他刚刚得到的消息 都告诉了给东方铭知道 只见东方铭激动地站起来 上次他利用小米的事 虫虫一直在那里生气他 直到现在都没有理过他 而他也不知道虫虫病的事 什么时候的事 他究竟什么病 从他把声音听得出来 他其实很关心肥仔什么 不知道 少主叫非英封锁了消息 我们的人问过非英的了 非英都没有透露半个字 但是可以肯定是很严重的病 不是非英都不会整日忧心忡忡的 方神就未说到 其实他都很担心 怎么说都好 他不讨厌那个随折的小孩 而且他还是少主黎 我知道了 你继续去查 无论如何都要查出个豆釘的病情 不可以让他有事的 收到 方神准备走的时候 又多嘴问了他 Boss 那个女人你打算怎么处置啊 哇塞他极有可能是欧神的人来的 他不是 东方明确定地说到 方神见他这么督定 就没再说话了 直到黄昏时分 那个宋安琪而出岛的杀手 才开着飞机回来 一面尴尬地把解药交给东方明 他本来看不起那个丑陆的女人的 他本来看不起那个丑陋的女人的 以为那个世界前五的排名 只是开丑陆的 但是现在他才知道 前五名就是前五名 不是他可以轻视的 如果不是 他都不会被对方一招就打倒了 哼 为什么这么迟才回来 他冷冷地闻到 东方明就知道 这个自大的人 肯定是看少了那个女人的实力了 属下失职 请Boss责罚 我早就说过 不要小看那个女人 自举起刑房 你研边一百啦 东方明 接过他手里面的解药 冷冷地说道 是 他没有一丝的不服气和求饶 东方明叫杰武医生 检查了解药 确定没问题 就被莫静咸吃了 他叫人 把莫静咸带了出去 又叫人 把方神找过来 Boss 有什么事啊 他把莫静咸在岛上的消息 放出去 让欧神的人知道 再放个假的消息出去 他在方神的耳边 辞之浸浸地说了一轮 只见方神 一向平淡的面上出现了波动 先是不明白 跟着就一种明了的表情 很快 龙子寒的人就接到消息 查探到 莫静咸被人绑架到欲望禁岛的事 而且得知 东方明现在不在岛上 而岛上的人呢 大多数都接到任务不在岛上 所以 这个时候 岛上的火力是最弱的 正是营救的机会 龙子寒望着下属发来的消息 眉头眉皱 不管这次是不是陷阱都好了 他都打算去看一看 而且经过上次 陈麦寒在欲望禁岛差点死的事 他不敢再带陈麦寒入岛 准备亲自去营救莫静咸 龙子寒听完离人的报告 就着眉头说到 我知道了 你先去准备 这件事 先不要告诉阿寒之字 是 陈麦寒心烦意乱地处理着公司的事 一直还打探着莫静咸的消息 时间越长 他的心就越暖 觉得他遇害的可能性就越高 现在莫家还没知道 静咸失踪的消息 他想着 如果再找两天都没找到的话 就告诉莫家知道 畅畅一直在隐瞒都不是办法来的嘛 同一时间 李牧已经在小米的家乡回来 准备在A市查查重重的出生医院 从而确定 那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情蜜寒的 李牧那天从斯市小米原来住的小区出来 就直接去了小米的乡下 这些信息还是在小米原来的大学那里得到的 他去了那里 很不容易找到小米从小住的地方 他的乡下是一个落后的小院城管车下的一个小村庄 经过打厅才找到小米的家里 那里早就已经是荒废一片了 院里面掌满了人这么高的杂草 一看就是很多年没人住过的了 李牧又找了附近的邻居 打听了小米一家人是什么时候搬来住的 为人处事是怎么样 有没有和什么古怪的人来往 从几个老人那里得到的答案 他是这一家人住在这里二十几年了 男人的脚不灵活 好古叔不喜欢讲话的 但是人就很好 村里面有什么要他们帮忙的 从来都没有托过手增 女人就更加是好得没得谈了 不单是人生得漂亮 更加是温柔厌熟 乐于助人 他们的女儿乖巧董事 是个好孩子 后来那个小孩考上了外地的大学 就很少是家了 再之后 他们一家人就突然间搬走了 谁都不知道他们去了哪 而且也都没有再联系 李牧听到这些消息 虽然觉得他们突然间搬屋好仓决 也都很古怪 但是就得知他们一家都是好人 并没有和什么人来往 住了二十几年了 都没有说和村里面带来什么灾难 或者是麻烦 由此可见 他们应该和欲望这么多的人 没有拉冷 米华这家人 都是老老实实的普通百姓 只是说他们在这里住了二十几年了 如果是欲望这么多的人 又怎么会在这些贫困的地方落脚 又带着个小孩呢 李牧得到的答案 也都算是对小米放心了不少 现在他最想知道的 就是那个小孩究竟是不是情蜜寒的 如果那个小孩是情蜜寒的话 那以后就有意思了 想想那个整天都冷好霸道的男人 突然变成一个超级奶巴 那就有戏看了 第177集 不过呢 还有一点令他担心的事 如果那个小孩真的是下寒的 那以后那个女人就更加可怜了 程家一定会把那个小孩抢走的 就算莫正衡 找不到或者是死了 程家 都不会接受小米这样的女人 做她们的媳妇的 想着都觉得很忧心 但是那些真相他不得不查出来 李牧回到A市 并没有回公司 而是先去调查医院的事 他记得把妈妈说 小米是09年5月搬过去 那时候重重才一个月大 那就说明 重重是4月份出生的 所以他将A市 所有医院09年4月份出生的 小孩的记录 都托人掉了出来 他看着密密麻麻的资料 有点头痛 李牧觉得最快都要两天才查到结果 他知道 小米当时的情况 应该算是单亲妈妈生BB 医院不会要太多的证件 只要有钱就可以了 比如准生证 是一定要夫妻双方 拿着证件才可以扮理的 所以这个准生证 他就直接排除了 而是直接去查身份证 这样一来 他要查的范围就缩小了很多了 李牧在痛苦地查资料的时候 龙子汗已经准备好了 正向欲望禁倒出发 同一时间 莫正咸温柔地窝在东方明的怀里面 各种讨好 各种迷弄风素 只见他将手握着东方明的颈 嗲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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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嗲道 东方明知道他想借机会逃走 但是就没有踢爆他 哎呀 明哥哥你好衰的 好痕啊 别搞了 东方明听着他的娇夫 邪屍地说道 都不是说不行的 只记莫正咸 激动到两眼发光 笑眉眉地说道 真是的 明哥哥你真是 真是带静咸出去玩啊 他好激动啊 只要离开这一片小岛 那他就有机会了 虽然他们的人看得很紧 但是总会有借料顿打电话的机会 到时在外面 他们也不敢这样为所欲为 你好想离开 东方明若有所思地问道 默静咸心里面一镜 连望讲道 当然咯 这样静咸就可以出去玩咯 还要是和明哥哥一起出去玩咯 那当然想快点出去咯 这个时候 他不可以出错 与其说话 不想出去这样的谎话 来惹他怀疑 还不如大大方方地承认 想要出去 东方明重力地一笑 咸咸湿湿湿地说道 咯咯咯 这样就要看看你的表现了 莫静咸笑脸一红 了言一笑 眉眼如丝地说道 明哥哥想要静咸怎么表现 有现在先咯 不准太坏咯 只见东方明 坏坏地趴在莫静咸的耳边 说着话 而莫静咸则是修红的面 变得更加烟红 然后参怪地挖了他一眼 跟着嬌修地点头 两人一阵翻云 腹雨下来 都是大汗临来 东方明 望着莫静咸 云红的面 轻轻地射着他的额头 拍拍他的肩膀 说道 猫仔 你先出去 晚上我去找你 我一会儿还有事要做 莫静咸 虽然还想留下来 继续讨好他 但是就知道 他喜欢乖巧听话的女人 就扭扭头 嬌撑地离开了 东方明 望着他离开的背影 眼里面 没有半分的情欲 对着门口 自言自语地说道 猫仔 我们要分开一段时间了 下次你回来 我要你心甘情愿地留在岛上 做我的女人 黎人 东方明 对着来人问道 欧神的人来了吗 老师 我们雷达 已经探到他们的人马 进了我们的海域了 应该还有一个小时就到了 东方明听着汇报 咬咬头说道 嗯 我知道了 他叫方神准备下 叫倒上三分之二的人 躲起身 留下一些实力交叉的人 打开栋大门 让他们轻松地 救走莫静咸 是 方神听着来人的传话 好不理解 他本以为 东方明是想借这一次机会 攻打欧神的人 但是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为什么要放走那个女人 和欧神的人呢 他虽然觉得奇怪 但是就不敢译东方明的意 龙子寒拿着望远镜 望着远处逐渐出现的一个黑点 他知道 就来到欲望禁堡了 希望这一次不要有什么陷阱了 不是的话就太对不起 他这一帮兄弟了 成日都为了一些女人出生入死 守女 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嗯 岛上有什么情况 龙子寒沉声问道 与我们接到的消息一样 东方明不在岛上 而且 现在岛上的人不是那么多 还要是一些开门狗 实力一般的 龙子寒的手下 自信满满地说道 龙子寒轻轻点下头 希望不会有变 他们到达欲望禁堡那时 已经接近黄昏 龙子寒的人稍作休息 就向岛中心出发 这个时候 莫正咸正在女奴部 接受那帮女人的巴结讨好 还有讽刺的羡慕道忌恨 正咸姐 你以后发达了 不要忘记我 我以前常常照顾你的 一个常常都欺负莫正咸的女人 不要脸地说着好听的话 是呀是呀 正咸姐 你以后多点在波士面前 帮我们说一下好说话 正咸姐 以后你有什么事 你即管吩咐来来 我一定帮你扮到的 莫正咸被众女包围 虽然她很讨厌这些女人 但是她知道 现在她还没有实力 炮制她们 如果这一次可以离开 虽然以后 没有机会炮制这帮女人 但是也算是值得了 她真的不想 因为这一群不入楼的女人 失去自己逃离这里的机会 所以她都不介意做一次好人 笑吟吟地说道 放心啦 姐妹们以前对正咸不错 正咸又怎样可能忘恩负义呢 虽然 现在波士对正咸真的很好 想怎样就怎样 但是正咸 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你们还没知呢 波士下次出去 要带上正咸啊 我们要出去散散心 畅畅在这个岛上 有点无聊啊 整天都只是时候男人 唉 虽然说 现在正咸 不用时候其他男人了 但是还要精心地时候波士的嘛 你们说是不是啦 莫正咸又拿警 又晒命地说道 搞到众女有怒不敢言 唉 静咸姐 你福气真是好啊 竟然可以成为波士的女人哦 是咯是咯 我们就没那么好命了 唉 真是羡慕死人啊 众女虽然恨她啊 但是嘴上就不得不继续巴结 只有坐在一边的薇姨 望着莫正咸 比众星捧月一样地奉承住 恼到她咬牙切齿 凭什么呢 凭什么呢 这个胆小又下贱的女人 可以成为波士的女人啊 第178集 哼 正妾精来的 不就是被波士睡了一晚而已嘛 有什么那么厉害呢 侯婆就即是侯婆啊 那都拿来演戏 哼 微乳无脑地大闹一餐 莫正咸 望着她一面既恨个样 心里面皮疑地冷腔 哼 下贱的老举 你姑奶奶我都还没找你算账啊 你反而自己来作死啊是不是啊 只见她 摸着自己千世的手指 对着众人 嬌美地笑着 姐妹们 我只手今天有点不舒服啊 你们哪个 可以帮我教训下那个女人啊 这帮善于看人眉头眼颜的人啊 还哪里不知道她的意思啊 只见这些 曾经一起欺莫正咸的人 好像癫了一样 向眉耳跑去 你推我拥的 怕死打不到眉耳 就不可以在莫正咸面前表公 你们 你们这样 你们就不怕我告诉杀姐知道啊 眉耳眼里面写满惊恐 众女不舍着冷笑 撒 杀姐算得什么啊 再厉害啊 可以厉害过波士吗 得罪了莫正咸 即是得罪了波士 得罪了波士的下场 就是生不如死啊 莫正咸好像女王一样 坐在沙发上面 望着众人拼命地打着眉耳 心里面真是透心凉 舒服啦 终于在离开这里之前 出了一口恶气 看在其他人 这么努力地讨好她的份上 她决定放了她们 众人似乎知道 莫正咸心里面的想法 将奄奄一色的眉耳 拖到莫正咸的面前 要她跪在地上 不可以起床 正咸姐 这只这样的妾症啊 以前真是衰到贴地啊 经常都欺负新人 你说怎么炮制她了 其中一个扯着眉耳头发的女人 好识都这么说道 莫正咸对着她赞赏一笑 惊吓地说道 哎呀 怎么可以欺负人的呢 她以前都是怎么欺负人的 下跪啦 受辱啦 又打又闹 乱鞋 还有啊 喝洗脚水啊 哎呀 什么这么坏的 那你们说我应该怎么罚她好呢 莫正咸得意地问道 她觉得这种欺负人的事 好爽啊 不过可惜啊 以后不可以天天都欺负她了 过几日 她就要跟东方明一起出去啦 等她逃离之后 就没机会再炮制这个眉耳啦 那就趁着这几日 好好地炮制一下啦 最好可以借住她们的手 将她租资至死 或者等她自杀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从外面传来 震以欲聋的爆炸声 跟着地面就开始震动啦 屋里面的台台灯灯 厌厌厌厌的全部发低了 这里的女人 对于这样的特责 并不陌生啊 但是也都吓到惊叫出声 周围地乱喘 和大声地叫救命 啊 救命啊 快点去找人啊 快点叫命哥哥来救我啊 莫正咸是第一次 经历这样的爆炸 这样的威力啊 比安琪儿手里面的枪 利害得多了 她比起以前更加害怕啦 但是面对这样的生死关头 个个都是季季季季的啦 还哪有人得闲理她呀 她本来就能在屋里面不敢动的 但是随着一波又一波的爆炸 地面震动得越来越厉害 她只能够跟着人群跑 人的潜意识里面 人多的地方就是安全的 因为没有人会作死的嘛 莫正咸一路跑一路尖叫住 但是当她见到龙子汗那时 激动到忘记了哭 差点昏了过去 天啊 是大表哥啊 这些人竟然是来救她的 她就知道 默子汗是不会丢掉她不理的 莫正咸好激动啊 整颗眼泪 回过神来 放声尖叫 大表哥 大表哥 我在这里啊 我在这里啊 救命啊 大表哥 快点来救我 莫静咸一路揮手 一路拼命地向龙子汗跑去 激战中的龙子汗 似乎听到熟悉的声音 转转头望过去 发现莫静咸向这边跑来 心里面一起 快速地跑到莫静咸身边 一手将它拉过来 向后跑去 收队 既然人已经找到 就没有再乱战下去的必要了 很快他们就登上了飞机 龙子汗觉得这一次 真是太过顺利了 竟然连一个人都没有损失 就将人救了出来 他转回头 望着一面惊喜又惊喜的莫静咸 沉声问道 你到底是被什么人绑到堵上去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莫静咸好像找到了亲人那样 哭得收不到声 过了很久 他才缓过神来 哭苦哭忽地说到 我都不认识他 他是个外国男人 亚水出头岁了 他说他是欲望禁岛里面的人 还好似和我有仇的那样 他说他不要钱 就是为了操作我 但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又怎可能得罪他 龙子寒一副冷言的表情 冷冷地闻到 你确定是个外国人 嗯 莫静咸似乎被他的样子吓了 连望点头 你可不可以说一下他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他生得微白了 高高瘦瘦的 生得很英俊的 身上还有种贵族气质 听口音好像是法国人来的 白皮肤 莫静咸一点点回忆住 只见龙子寒 低头沉思了一阵 在身上拿出一张照片 严肃地问道 是不是这个人啊 莫静咸看着上面的人 眼睛瞬间灯大 双手激动地指着上面的人说道 是他了 就是他了 就是他绑架我的 龙子寒见到他这么激动 就知道他没有说谎 躲下他的眉头就皱得更深了 照样看来 麦小米真是赌上的人 莫静咸激动地问道 表哥 你 他是什么人来的 他为什么要绑架我 他确实是欲望这么倒的人 至于他为什么要绑架你 我也不知道 龙子寒思探住问道 他绑架你之前 你得罪过什么人啊 说不说有人在背后指示 他的问题令到莫静咸一呆 对啊 他为什么这么笨呢 他可以确定他没有得罪过飞鹰 也不懂得飞鹰 那一定是有人指使的 那到底是谁呢 忽然之间 莫静咸腦里面出现一幅画面 他记得那天的麦小米好得人惊 不单只喝咖啡 还威胁他以后出门要小心点 难道 难道是他 他突然间粉痕地骂到 肯定是他了 肯定是那个贱人了 龙子寒从来都没见过他这么粗鲁 揪着眉头问道 是谁啊 麦小米 一定是麦小米啊 在我出事前几天 他曾经威胁过我 叫我以后出门要小心点啊 说不是哪天我就会出事 这些是他的原话啊 莫静咸用力地握住拳头 甚至连指甲都弄断了 第179集 麦小米 你确定 龙子寒的眼神 变得厉害 陰士 同我有过节的 就是得他了 他经常都纏着阿寒 那天 我找他叫他离开阿寒 他不单止喝了我一瓶咖啡啊 还威胁我啊 我本来以为他随口咖啡啊 我本来以为他随口咖啡啊 怎知道他真的找人绑架我啊 你这个女人真的狠咖啡啊 是咖啡咖啡啊 是咖啡咖啡啊 他为什么没来接我呢 默静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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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眼里面有着隆隆的塞落 龙子寒看得出他很塞落 但是也没有安慰他的意思 只是平淡地说道 我接到消息就赶来了 不要通知到他 畅畅 上次他在这里差点就没命 不轮到我不小心 哦 原来是这样 当他们的飞机到了步 程蜜汗早就在那里等着了 阿汗 我以为我以后都见你不了了 莫正咸望着一面焦急的程蜜汗 大哭大叫地扑了过去 不用怕 不用怕 没事了 没事了 他见到莫正咸安全地回来 总算是放下心头大石 乖 不要哭了 啊 不要哭了 程蜜汗紧紧地抱着他 轻轻地扶着他的头发 一次又一次地安慰住 蜜汗啊 我好害怕啊 我好害怕我以后都见不会见你啊 你做什么这么来都不来找我的 我以为你不爱我了 莫靖咸趴在她的怀里面 一路痛哭 一路责怪 粉拳一下下的 终于陈默寒 坚实的胸膛上 陈默寒见到她哭得这么凄凉 同样伤心的自责不已 如果不是她这么粗心 或者靖咸早就找到了 而且今天去救人的 竟然没有她份 她真是死有预辜 但是她都不愧龙子汗 没有通知她 因为她知道 龙子汗怕她有危险 过了很久 莫靖咸终于安静了下来了 陈默寒才对龙子汗道谢 不用 以后小心点就是了 还有 留意一下你身边的人 说完之后 她就沉默地向前走 不再理会身后的人 莫靖咸似乎又想起什么 又是在那里响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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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墨小米啊 墨寒啊 你一定要杀了墨小米啊 不然的话我就死去算了 陈默寒整身一震 这些是她最不想听到的答案了 一边是她心爱的女人 一边是她的妻子 那叫她怎么抉择好啊 而且这件事真是小米做的 她的心开始动摇了 她的心开始动摇了 不会是小米 小米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来的 她有点底气不足地说到 莫靖咸听到她这么说 真的心都寒了 她竟然不相信自己的话 更何况 莫靖咸认为这一次 真是小米做的 她的心就更加是委屈加心寒了 只见她一手推开情蜜寒 悲痛欲绝地说到 你走 你走啊 你竟然不相信我 还救我干什么啊 我死了 那你们就正好可以在一起了 靖咸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程墨寒见到她这么伤心 连望解释到 莫靖咸一下拼开她的手 愤怒地咆哮着 Nana 你竟然不相信我 还来找我干什么啊 程墨寒 我恨你 我恨死你啊 程墨寒一夜抱着天狂的女人 紧紧地抱着她 怕着她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 她知道 她受到了惊吓 加上情绪激动 才会变得感冒理智的 只见她紧张地说到 靖咸 靖咸啊 你听我解释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没有不信你啊 我只觉得你一定是误会了些什么啊 小米不是那种人来的 再说啦 她都没有那个能力可以绑架你啊 她就算想请人绑架你啊 她都没有钱啊 滚开啊 你别碰我啊 你就这么相信她是不是啊 到现在了你还帮着她 难道我就是这么恶毒的人 你认为我在这里误猎她是不是啊 好啊 既然你这么认为 那我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啊 反正连你都不相信我的啦 我死了她算了 莫靖咸是彻底死心了 她猜不到情蜜寒竟然会 护住小米到这样的程度 情蜜寒怕她会做傻事啊 唯有就先安慰她啦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啊 你冷静点先啊好不好 我们先回家好不好 等到回家 我查清楚这件事 我们再做决定吧好不好 如果这一次 真的小米绑架了我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莫靖咸缺缺迫人地问道 她今天一定要情蜜寒给她一个说法啦 那她以后都好办事啊嘛 那你想怎样啊 昭急中的情蜜寒 哪里会想得到 莫靖咸竟然会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这么多的心思才可以的 你知不知道她令到我受了多少苦啊 你知不知道我这个月来 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啊 莫靖咸看了她在岛上的生活 哭到声势力竭 情蜜寒见到她这样的样子 紧紧地抱着她 心痛地哽咽到 靖咸对不起 都是我 令到你受苦了 不是你 不是你啊 是莫小米 都是那个责人害我的 如果这次确定了是她害我的话 我要拿她命啊 她恶死能登地说到 她肯定知道 情蜜寒不会同意啦 但是正所谓 开天杀价就落地还钱了嘛 她只有将要求提高了 她就算要还价 也都可以给莫小米一个狠狠的教训 而且现在提出来 哪个都不会怪她 都只是会认为 她是受了苦 受了惊吓 才会这么痛恨莫小米的 不行啊 果然 情蜜寒立刻焦了臉 连看莫正咸的眼神 都变了啦 莫正咸 楚楚可怜地问道 蜜寒 你是否觉得我变了 变得好恶毒啊 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坏女人啊 她一面伤痛地哭着 眼泪汪汪的眼睛 眨都不眨望着 情蜜寒对眼 那个样子真是绝望无助 整面死灰啊 情蜜寒见到她的样子 心里面微微一突 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 只见莫正咸的手里面 不知什么时候 多了一块刀片 出行力地 戒在她的手碗上面 那些鲜血 瞬间扒扒声地飙出来 正咸 你在这儿干什么啊 情蜜寒望着她鲜红的手碗 一手把她手里面的刀片打掉 愤怒地咆哮着 她怎么可以这样逼她的 第180集 只见莫正咸 整颗眼泪 用那只还在那儿 扒扒声流血的手 轻轻地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